关怀弱势学童让他们也能够有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 大中华富佑关怀成长协会举办环台公益活动 今年迈入了第八年 而这次呢总共有18位的弱势学童将要挑战十天环台的梦想 途中主办单位呢也会安排有亲善关怀的活动 让这一群孩童也能够深入花东地区的偏乡跟学校 翻发感谢状给这些热心工艺的单位 大中华富佑关怀成长协会和热爱生命文教基金会 所举办的环台公益活动今年迈入了第八年 这次共有18位弱势学童将挑战十天的环台梦想 克服问题然后坚持毅力不放弃 还有团队精神的态度 那在行程当中我们也有带小朋友到学校跟NPO机构 因为我们倚弱扶弱的方式 那也希望这些NPO机构未来明年可以跟我们一起做大联盟 为了帮这群孩子圆梦不少单位热情响应 有的组团陪骑有的捐赠排汗衣 还有的捐赠脚踏车和提供住宿场地 而今年主办单位也安排这群孩子到花莲偏乡来公益关怀 让他们知道诗笔寿更有福 能自己把自己能给给的就是帮助出就很棒 得住的用的通通我本宴三连免费提供给他们 那他们的车子每一年都有不同年年的小孩子参与 那比较小的孩子必须买比较小的单车 那这一部分呢大部分都有我来帮助他们 7号 活动这天从台中弹子本渊山出发 预计10天后返回台中 让这群孩童的暑假在快乐充实当中懂得感恩与回馈 记者李蒋台中才能到 那这群孩童的暑假